上個禮拜的話呢,重點基本上我們就是 講到有關就是說呢 有關那個刪除資料的部分 那如果像刪除資料,假如你是用那個Sales Sales是儲存格,一個一個Sales 然後你如果要刪除的話,基本上 如果你的範圍非常龐大的話,哇那刪會很慢 就像那個人事管理那一題 那因為它的範圍基本上有三個啦 其實你做三次範圍的刪除 其實相對會比那個一個一個儲存格來的快很多 尤其是你會發現,那個儲存格數量多的時候 刪除效率實際上是非常緩慢的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 Range這一個物件的使用 Range其實非常重要,所以請各位務必要把它學起來 上個禮拜的影片其實在完整教學這邊都有啦 所以回去的話建議一定要 再把那個重點回覆再看過一遍 然後記得一定要實做 而且程式一定要自己打過 不然的話以後你要把它拿來用的時候 你會發現會很不順手 因為你不熟嘛 然後再來的話呢就是說 我們又講了一個就是飯店管理的部分 那飯店管理裡面的話其實跟那個資料庫管理蠻像的 也就是說先建一個Booking ID 然後利用Booking ID去找到其他的欄位 有點像觀點式資料庫 我按照ID 按照ID的話實際上就是Key 就資料庫裡面的那個 什麼 它也許你兩個工作 資料表要互相資料查詢的時候 那其實通常會透過所謂的那個Key 那Key一般是編號 要不然就ID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產生一個 那ID有一個重點就是一定不能重複 所以我們有一些規則 總共我記得有四個吧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一個好像是縮寫 第二個是入住的時間 Check-in的時間 住幾天 然後呢 它的名字叫什麼 它的First Name 它的名字 OK 然後呢 再去查詢那個BioList 就是帳單的部分 那這裡面的話呢 我們有提到有關下拉清單 因為 同學對於那個下拉清單 其實好像用到的機會還蠻大 因為有時候你會發現 你要輸入一些資料的時候 我每次都要自己重新Key的話 其實相對的輸入是很沒有效率的 所以呢我們要怎麼樣建立下拉清單 那這個部分其實就還蠻重要 那裡面的話當然你如果不希望讓別人看到你的公式的話 那我有講到有關就是說 可以隱藏公式 OK 甚至可以保護資料 那這個部分當然就是 可以利用所謂的那個 保護工作表可以做到 那最後的話 我們是有講到有關兩層式的這個下拉清單 那這個下拉清單部分的話 請同學就是說呢 要自己去這個我們的雲端白板上面 去下載那個我們的練習檔 練習檔的話基本上在這裡 這個兩層式清單 OK 那其實這兩層式清單 你可以如果要下載的話 直接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呢 上面有一個好像檔案可以下載吧 你就把它下載下來吧 那基本上的話你可以看到 這裡的話就是說 你選了哪一個清單 然後它會產生底下的資料 比如說我看這個好像 也類似像這樣 然後 這個地方它會載進來 只是說呢 在那個 Google試算表跟Excel試算表 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你可以 把它下載下來再練習吧 那下載這邊有一個 檔案裡面有一個下載成Excel OK 把它下載 那下載之後的話 基本上 我們如果要做成兩層式 這上禮拜講的 那基本上呢 我大概把那個上禮拜 結果 再demo一下 重點再回顧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呢 我們基本上 第一個這個清單 指的就是上面這個A1到D1的這個範圍 也就是把這些放在清單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總共有四個 也就是說呢 我如果選中月份的話 那底下的資料 你就幫我把它顯示下面這個清單 如果是陰月份的話呢 那就顯示這個 然後 以此類推 中星期 陰星期 OK 也就是選哪一個 它底下的清單 會隨著改變 OK 所以喔 這有點像什麼 選哪一欄 那一欄下面的所有資料 這個也是類似的 所以 以後這個變化 大概可以滿多地方都可以用 比如說你可以選 選了哪個月份的資料 報表資料 那它會把那一個月份的報表資料調過來 那這樣其實 倒也 還滿方便的 那至於就是說你也可以 這是兩層式的 當然如果未來你有三層式的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還有我們是上下放 如果你要左右放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啦 這個可以做一些變通 那首先的話 我大概demo一下 首先的話 這個地方 點選 你會發現喔 它會把這個清單 放到這邊來 那當我選了中月份的話 底下的資料 會自動幫我把 這一邊的資料顯示在這裡 OK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比如說中月份 1到12月 它就幫我放過來 那我如果切換上面的話 再切到音樂份的話 那你會發現這個時候呢 它的清單呢 又會去找 底下這邊的音樂 這個英文的部分 OK 那一直在一推啦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OK 那首先的話 你要掌握 至少幾個重點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要把清單放到儲存格裡面的話 那記得喔 你要找到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OK 資料驗證裡面的話 你就給這個 這個名稱 你當然兩個方法 一個是選那個範圍 一個是定義個名稱 那我的習慣是定義個名稱 因為以後的話 就用F3 然後把那個名稱 放到那個清單裡面去就可以了 OK 所以第一個 所以喔 這邊的話呢 會用到所謂的 資料裡面的那個資料驗證 加上定義名稱 OK 所以呢我們就是 第一步也許先把這一邊 這個範圍的資料 給他一個名稱 叫做清單 OK 好 所以做好之後的話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直接就在這邊呢 再點一下 資料裡面有個什麼 資料驗證 在這邊 那資料驗證裡面 本來是任意值 改成清單之後的話 然後呢 把剛剛這個 這個叫做清單的名稱 直接放到這裡 那放的方法的話 記得喔 資料驗證裡面的話呢 改1 把它改成清單 2 它的來源 它會問你說 那你的來源在哪裡 那你就直接呢 按F3 因為我剛剛有定的 一個名稱 叫做清單 所以呢 F3之後的話 直接找到清單 那這個清單指的 就是這個範圍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 它就會幫你把清單 放到這個 下拉清單裡面 OK 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樣 可以剛好 選了其中一個月 選了一個 它底下的這一個 會跟著上面這個的名稱 去做動作 那這裡的話 跟各位講 這邊會用到一個函數叫 Indirect 這個Indirect的話 它的主要作用是怎麼樣 Indirect主要就是說呢 它會根據這個上面的文字 它把它轉換成一個名稱 那這個名稱的話 自動 比如說 這個名稱對應到 所以你特別注意 你要先把 這個名稱定義 一個 跟這個上面一樣的名稱 叫做中月份 然後中月份指的就是下面這個範圍 OK 所以底下這個資料怎麼做 Step1 請你 把上面這邊總共有四個 四個名稱 那就定義四個範圍 那這個叫中月份 所以 請你把這個中月份 Ctrl C 然後呢 把底下這個範圍選起來 給它一個名稱叫中月份 一般習慣是貼上Enter就可以了 這個就中月份 那意思類推 這個 Ctrl C 然後把這個選起來 Ctrl V貼過來 這個第二個名稱 這個叫名稱方塊 那一樣Ctrl C 選起來 Ctrl V 所以呢要做 四個 因為下拉現在有四個名稱 所以你就是把四個名稱 對應到的範圍 名稱對範圍 先建立好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重點來了 這一題最難的地方 實際上就是怎麼樣 就是呢 我必須把這個資料怎麼樣 把它帶過來 根據什麼呢 根據這個上面的名稱 所以我們一樣到資料裡面的什麼 資料驗證 這裡 資料驗證 然後呢一樣是清單 因為下拉清單 一定要是清單 那底下這個地方的話呢 最最最最最關鍵的地方來了 欸 那我們 的那個範圍 的來源 是根據上面的名稱 所以喔 這邊的話會需要用到一個 叫INDRESS函數 所以喔 關鍵的地方來了 那我選這個嘛 然後呢 資料驗證之後 一樣是清單 那可是我這個清單 這個清單的來源喔 OK 來源特別重要 來源是根據什麼 根據這個名稱而來的 所以喔 我們 首先第一個 需要用一個函數叫INDRESS 所以等於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我習慣都打到寫了 Direct ECT 錢瓜糊 OK 那我根據什麼呢 欸 特別注意喔 這個INDRESS主要是說 我 可以指的是某一個範圍的資料 或者 某一個範圍的資料 或者是說呢 給它一個名稱 它一般是 需要給一個什麼 給一個儲存格啦 給一個Range 或者是什麼 給一個名稱 那名稱的話 我是在這裡 也就是說呢 請你幫我把 中月份的這個名稱裡面 所 對應到的那個範圍的資料抓過來 所以喔 它就會去找這個名 這個名稱呢 在公式裡面定義名稱裡面 會找到一個叫中月份 那它所指的就是這個範圍 也就是說呢 它會把這個名稱 所代表後面的範圍資料 帶到這邊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後瓜糊一下 那 這個 這個地方 帶到這邊來的話 意思是說 其實就帶到哪裡 帶到這個下拉清單裡面 也就是說呢 它就幫我把這個底下的資料 幫我放過來了 OK 那就完成了 所以這一題其實最難的地方 就在Indirect 所以有的地方 如果你會用Indirect的話 實際上呢 還蠻快的 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那也就是說呢 我今天換成音樂份 那Indirect就會去查 有沒有音樂份的這個名稱 有 你該會知道 沒有 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它去找一下 有沒有音樂份 的這個名稱 在這個哪裡呢 在名稱管理員裡面 有沒有 有 有 指的是哪裡呢 指的是 我們現在的工作表 裡面的B2到B13 所以指的是這裡 那意思是說呢 把這個名稱裡面的資料 幫我放到這個下拉清單裡面 OK 所以基本上 它就幫我放到這裡 所以你只要音樂份 點下去 它就會英文了 那意思是Twitter 當然如果我現在改成什麼 改成中 星期 那這邊的話 就是中文星期 就出現了 OK 我是建議 各位可以拿這個範例 可以套用在工作上面 比如說你有很多個月份的資料 或者很多欄位的資料 那你可以用同樣的方式 就可以快速的把資料 給快速帶過來了 這還蠻好用的 只是說 你還是要熟練一下 我發現 最難的應該是Indirect 配合像定義名稱 跟那個資料驗證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 上個禮拜最後講到的 OK 所以第一個 兩層式的清單 後面後來就有同學問說 老師可是我工作上 除了說我希望下拉清單 可以在這邊看到之外 一般我們也會想說 可以另外再建所謂的表單 OK 那這個表單的話 在VideoBase裡面 我上個禮拜還有demo 你可以建一個所謂的U12 Phone 1 我把它點兩下 執心的話就是直接上面有一個執心 好 那我可以怎麼樣 下拉清單 其實這個做法跟這邊剛剛做的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我要怎麼做 那當然 我們假設 最後是希望說 我選了一個月份之後 可以自動幫我把這個資料 帶到哪裡呢 帶到儲存格裡面 也就是表單裡面的資料 那我要怎麼樣 可以讓它直接就是幫我丟到這邊來 那這兩邊怎麼同步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試著把上個禮拜的兩層式清單 稍微複習一下 那再來的話 我們待會要講 怎麼樣做這個表單 OK 那這個表單不是說 跟那個工作表完全沒有互動 我們最後是希望什麼 選到的資料 可以把它吐到哪裡 也就是表單裡面的資料 可以把它丟到哪裡 丟到那個我們的工作表裡面的指定儲存格裡面 那該怎麼做 會不會很困難呢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我先把畫面停止共用一下 試試看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兩層式清單的表單設計部分